曾看到过这样一句话,不要去等明天,不要去相信永远,你所能做的,就是眼前,人生之旅,恍然飘过,还没来得及体会刺激阳光的变化,变夕阳一抹,走入了长长的黑夜之中,我们没有机会回来,更没机会后悔,任何叹息愧疚,都无法使岁月的车轮逆转,一切事都赶快做,别去等。 除了死,什么都不遗迟,生活中,总是有太多错过的遗憾,错过了,就再也没有机会了,有些人是有很多机会相见的,却总找借口推托,想见的时候,已经没机会了,有些事是有很多机会去做的,却一天一天推迟,想做的时候却发现没机会了,有些爱给了你很多机会,却不在意,不在乎, 想做事的时候,已经没机会呆了,别再等永远,真的等不起,如果你真的希望永远,那么,所谓的永远就是今天,就是我们所度过的每一个小时,每一秒钟,永远其实并不远,它其实只是一个瞬间,一个眨眼的瞬间, 落叶离开树的瞬间,猎棒吃阔草原的瞬间,好好珍惜眼前吧,与其说着,永远不忘记,不如时常联系,也许你的一生小小的问候,就会让对方刻骨铭心。 不要去等永远,你所做的一切,那一个个瞬间,就是永远,珍惜每一个拥有,拥抱每一份阳光,在你还有力气张开上臂的时候,千万不要吝啬,也许,下一秒过后,你便再也没有机会了。 不要等到末日,才发觉,该说的话还没有说,该做的事还没有做,该捡的人还没有借,该钱的手还没有切。 一天很短,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,就已经手握黄昏。 一年很短,短得来不及吸品出春天红豆绿,就要打电速活求霜。 一生很短,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年华,就已经深处植物。 一天一年一生,柔年就在谈指尖书然而逝,我们总是历经得太快,却总是领悟得太难。 珍惜活着的每一天,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,亲情也好,友情爱情也罢,这辈子我们一旦错过,下辈子也许不会相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